大家好,我是小孙,今天给大家讲波黑200可兑换马克钞票 这张是在2002年波黑央行发行的面值为200可兑换马克的流通钞 这也是波黑的最高面额纸币,尺寸为156×76毫米 好,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表面设计 正面的人物是南斯拉夫作家伊沃·安德里奇 伊沃·安德里奇生于特拉夫尼克附近的多拉兹 年轻时曾参加过爱国学生运动 后在南斯拉夫驻外使馆任职 二战后担任南斯拉夫文联主席 1975年3月13日失事于南斯拉夫首都拜格莱德 他曾获得1961年诺贝尔文学奖 其代表作《特拉夫尼克记事·德里纳河大乔》和小姐 号称波斯尼亚三部曲 被评论界称作小说形式的编年史 好,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背面 背面诸景是位于波黑、威舍格勒、德里纳河上方的 墨汉莫德巴夏索克罗维奇大桥 该桥始建于1566年,建成于1571年 桥身长179.50米,共有11个石拱 每个石拱跨度11至15米 右侧的入口斜坡有4个拱门 这张钞票因为比较稀少,所以价格也比较贵 差不多是2000人民币左右 好,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,期待您的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